海明威是20世纪前中期最具传奇色彩的美国作家 他的老人鱼海帮助他获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这本书被认为是海明威的巅峰之作 是他人生态度和文学理念的典型体现 小说中的老人叫圣地亚哥 是古巴首都哈瓦那附近的一个渔港的老渔民 他已经整整84天没有捕到鱼了 还差三天就要打破纪录 他最长的一次连续87天没有捕到鱼 他本来有一个小帮手叫马诺林 老人教会了他捕鱼 他也很崇拜老人 认为老人是最好的渔夫 由于他也就没有捕到鱼 马诺林的父亲让他上了另一条船 这天晚上 马诺林又来给空手而归的老人帮忙 给他带来了晚餐和啤酒 还给他准备了第二天捕鱼用的鱼饵 当全世界都以为老人雄风不在的时候 只有马诺林还愿意相信他 第二天 老人带着一瓶水 和马诺林为他准备的鱼饵 独自出海了 海上风平浪静 不等天亮 老人就陆续放下了鱼饵 让他们准确地停留在 40海巡 75海巡 100海巡 和125海巡的水下 增加鱼饵上沟的几率 一海巡大约是1.85米 海明威在这里不厌其烦地描写老人放下鱼饵的距离 是在暗示读者 老人的捕鱼技术是第一流的 这么长时间捕不到鱼 只是到了大煤罢了 淡淡的太阳从海面升起 老人不紧不慢地往前滑 他要去比平时更远的海域 这是他看到了一只黑色军舰鸟 老人知道他在追逐鱼群 就朝着他盘旋的地方滑去 在那里 他放下鱼饵 熟练地钓到了一条 10磅重的长崎金枪鱼 而这只是一场大戏的畜牧而已 眼下 太阳已经高高升起 海岸线不见了 只能隐约看到岸上的山峰 云块像积雪覆盖在山峰上 老人凝视着钓锁 就在这时 他手中的钓杆 猛地往水中一沉 老人伸手去拉钓锁 把他轻轻地夹在右手大拇指 和食指之间 然后试探性地一拉 凭着多年的经验 他立刻明白 在水下一百海巡的地方 有条大马鲤鱼上钩了 老人耐心等待 等到准备好备用的钓锁 并且确定鱼已经完全上钩后 他爆喝一声 用尽全力猛拉钓锁 想把鱼拉出海面 可是鱼自顾自地游开了 他拖着渔船 慢慢往前走 从中午到傍晚 从傍晚到凌晨 从凌晨又到傍晚 整整一天半的时间 老人和鱼一直僵持着 鱼挣脱不了老人的钓钩 老人也不能把鱼拉出海面 在这个过程中 老人又饥又渴 他出海时只带了一瓶水 现在只能靠捕获的金枪鱼冲击 他的眼角受伤 左手抽筋 后背和手背也被钓锁勒破了 可他始终没有气馁 没有低头 他相信马诺林曾经对他说 自己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 想到年轻时 跟大个子的黑人比赛掰手腕 比了一天一夜才赢了对方 后来 人人都叫他冠军 一度老人也曾昏昏欲睡 梦到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 在非洲的海滩上 看到微风凛凛的狮子 到了晚上 筋疲力竭的大马鱼鱼 终于浮出了海面 另一边 同样筋疲力竭的老人 鼓起最后的勇气 把鱼拉到了船边 然后 他放下吊锁 用脚踩住 高高地举起鱼叉 用尽全身的力气 狠狠地把它插进了鱼的胸臂后方 接着用全身的力量 把鱼叉压下去 临死前 大鱼用尽最后的力气 奋力跃出海面 落下时 见起巨大的水花 老人赢了 可鱼实在太大了 船里根本放不下 老人还是第一次 独自捕到这么大的鱼 他只能把它绑在船边 开始返程 不久 情况变得对他不利 大马鱼鱼的血腥味 招来了鲨鱼 一个小时后 第一条鲨鱼 循着血迹向它们袭来 这是一条灰青� 有着蓝色的背部 和银色的肚子 鱼皮光滑而漂亮 体格健壮 老人用鱼叉杀死了他 而他弄断了老人的鱼叉 还在大马鱼鱼身上 留下了一个新的伤口 老人为大马鱼鱼 受到袭击而心痛 也为接下来的航程 感到担忧 这时 他念出了海明威笔下 最为人熟知的毒白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但不能被打败 不久 一群又一群的鲨鱼 轮番袭来 老人见到第一条鲨鱼的时候 还抱着赞赏的态度 对这些后来者 他只有鄙视和唾弃 因为他们是吃腐肉的鲨鱼 老人和鲨鱼的搏斗堪称惨烈 他先是用刀 刀断了就用短棍 短棍断了再用传奖 他既在捍卫大马鲤鱼 也在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荣誉 就像他说的 人可以被毁灭 但不能被打败 出海后的第三天凌晨 老人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沉沉睡去 清晨 马诺琳来到他的小屋 发现了熟睡中的老人 孩子给他带来了咖啡 老人醒来后 给孩子讲述捕鱼的故事 很显然 孩子不仅是老人的知音 也是老人事业的继承者 或者说 是人类英雄品格的继承者 这天下午 当地来了一群游客 他们把大马鲤鱼的鱼骨 误认为是鲨鱼 而在路的另一边 老人再次睡着了 他梦到了海滩上的狮子 狮子是这部小说中 不断被提到的一个异象 老人出海前 捕鱼的过程中 捕鱼结束后 三次梦到狮子 它象征了希望 勇气和力量 因此 即便老人已经人到暮年 除了马诺琳 其他人都不理解他 他捕的鱼 还被误认为是鲨鱼 可是 只要他仍然能梦到狮子 他的力量和勇气 就不会消退 海明威以极其简单的笔触 给老人的行为赋予了 能够抽离于具体环境的悲剧色彩 人面对注定失败的命运 仍然能够奋起反抗 这是自古希腊时代 就为人称颂的英雄品格 海明威具有硬汉精神 喜欢宣扬 人在重压下的优雅风度 有时甚至为了硬汉而硬汉 因此还经常被人嘲笑 但这篇小说的情感 却颇为真诚 利益也更高 作为文化偶像 海明威的人设 及所谓的硬汉形象 和重压下的优雅风度 多多少少 是他自己精心营造的结果 许多同海明威有过接触的人 都认为 他喜欢夸大自己的成绩 渲染 吹嘘自己的经历 以取得戏剧化的效果 比如 海明威常半开玩笑地说 自己解放了巴黎 实际上 诺曼底登陆的时候 他只是在船上远远的观望 进军巴黎的路上 他朝一个据说有德国士兵的地窖 扔了三颗手榴弹 然后就随部队继续前进 后续究竟如何 谁也不知道 但是在写给别人的信里 海明威宣称自己 杀伤了许多纳粹士兵 还活灵活现地描述自己 如何中弹 如何还击 如何受伤的过程 许多人认为 海明威有时是活在自己的想象中的 1928年底 海明威的父亲 因为健康状况恶化 加上投资失败 在家中开枪自杀 海明威的弟弟后来回忆 对于父亲的自杀 海明威的反应十分复杂 一方面 父亲培养了他钓鱼 打猎的爱好 是他关系最亲密的家人 他为父亲的死 伤心不已 另一方面 他又觉得父亲自杀 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是胆小鬼 在宗教氛围浓厚的芝加哥 父亲的自杀 还给家庭的民生造成了污点 进入30年代以后 海明威的民气越来越大 头顶的关怀越来越亮 也越来越注意 自己营造的硬汉形象 和男子汉气魄 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一种心理补偿 他要通过自己的行为 弥补父亲自杀 给家庭造成的耻辱 在1950年 已经十年没有发表过作品的海明威 出版了长篇小说 过河入林 过河入林遭到评论界一致的恶评 贫乏空洞 孤隐自怜这些词 反复被用来形容他的新作 小说中的上校 既没有迷惘的情绪 又不是坚毅不屈的硬汉 只是一个怨天尤人 身心俱疲的退伍老兵 海明威追求的简练文体 在这时呈现出他最显著的缺点 无聊和乏味 这一时期 海明威的身体状况也在持续下滑 血压超高 体重飙升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预示 海明威难以再现网日的辉煌 他的文学和生命 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低谷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海明威写出了老人与海 要是没有老人与海 海明威的文学声望 可能会晚节不保 1952年 这部小说在生活杂志上发表 短短48小时之内就卖出去530万册 第二年 老人与海获得了普利策奖 再过一年 海明威口中的瑞典那个机构 授予了他诺贝尔文学奖 这部小说不仅帮他挽回了受损的声誉 还让他走向了新的高峰 海明威写老人与海 只用了八周 可前后却酝酿了17年 早在1935年 一个古巴老渔民就给海明威讲过 他如何捕到一条大马鲤鱼 又如何被鲨鱼吃掉的故事 这个故事 该海明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思量着 终有一天要把他写成小说 而后就有了我们现在读到的 《老人与海》 在诺奖的演说稿中 海明威曾说 写作是一种孤独的生涯 优秀的作家 应该永远尝试那些 从来没有人做过 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情 每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 那些尚未达到的领域的一个起点 很可惜 在《老人与海》之后 海明威没有兑现自己的说法 获奖以后 用他小儿子的话说 他成了国际名流 一个俗物 直到去世 再也没有写出任何一部虚构作品 《老人与海》是他的高峰 也是他的绝唱 1961年7月2号清晨 海明威在自己的书房里 把一支双管猎枪塞进嘴里 用大脚趾扣动了扳机 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他曾对父亲自杀 抱有复杂的情感态度 没想到最后 却用了和父亲一样的方式 结束生命 假如他扣动扳机前 曾回顾自己的一生 不知道他会对此 作何感想 老人与海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诗句话阅读 让读书变得更简单 锦灰试读